大家好,欢迎又来到这个《不得雍》频道 今天是2024年5月10日第1230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 阿爷减股息税,推动恒指 在我们这一集未正式开始之前 希望呼吁各位,如果可以的话,给个like 分享我这条片给你的朋友 还有订阅我这个频道,那就最好了 我们今天不说这么多了 直接进来这个恒生指数道 看看什么事,今天当然开心了 因为今天的恒生指数再升得更加高 去到今天全日升了425点 现在的恒生指数是在报18963点 只要多几十点的话 那就已经可以冲上190点了 而且今天的成交金额是非常配合的 因为有超过1700亿 有1710亿元的成交金额 所以令到这个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继续上升 上升的幅度当然没有第一个星期那么厉害 但是也有487点的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值得开心呢? 其实现在这个五穷六绝我们刚刚踏入了 其实是不是代表这个五穷不存在呢? 咦,那又不要那么快下定论 我们现在只是过了五月份的两个星期而已 后面还有三个星期的嘛 那这三个星期会不会有什么特质的变化呢? 等待在片尾的时候再和大家研究一下 不过在这里想说一说给大家 美国那边呢,自从布林肯不是来到中国的 跟着回去之后 无声无息的,是不是? 咦,现在就出招了 怎样出招呢? 很简单而已 听一听了 听说美国近期呢 已经多次强调地指出 中国呢 现在是叫做产能过剩的嘛 彭博就指出 拜登呢 政府将会在下个星期 大概是5月14日左右 就会公布新一轮的 针对中国的战略行业的关税了 那聚焦呢 当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在这个电动汽车身上啦 那当然电池、太阳能等的行业呢 都是会受到影响的 因为呢 美国大选在职啦 所以拜登政府呢 就要做出一些姿态呢 去针对中国的制造业的措施啦 那包括了呢 就是上个月啦 要求对中国的铝产品啊 或者钢铝产品呢 要增加这个关税的 那也都有其他的 什么正式调查中国的造船业啊 等等的东西 那当然当然 批评中国呢 就是中国政府啦 是补贴这些行业呢 就发展成为这个产能过剩喔 那别人要怎么说呢 都没办法的啦 那中国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用一个贸易报复咯 你加我税我就加你税咯 大家斗加 大家斗雷斗雷 那这个情况呢 必然会发生的啦 所以下个星期 我们会不会还是 好像香港现在这个时势 那么好景呢 那就不知道了 要看下去了 不过呢 今天我们的恒生指数 大升的情况之下呢 这个电动汽车 就是内地的六大猛人 那其实呢 只有这个吉利汽车 和这个小米集团呢 是有得升之外呢 其他的什么比亚迪啊 理想啊 蔚来啊 小鹏汽车啊 这些呢 都是有相当的跌幅的 所以呢 就和大市呢 就不太配合咯 那完了没 没完 因为下个星期二 先公布嘛 看完那个情况 才知道这些公司呢 股价要跌多少的嘛 所以下个星期呢 又是有很多东西看的啦 大家呢 不妨留意下啦 昨天我们呢 就拍了一集啦 1229集 就说我们香港的地产 最新的发展状况 那你都知道 现在呢 我们香港 尤其是这个商业楼宇方面呢 那个空置率 是非常之得人的嘛 咦 那今天呢 有一段新闻啊 那这段新闻呢 和我们香港首富有关的 就没错啦 就是这个 李泽巨的太太 这个叫做王丽桥 那他呢 原来在渣甸山的大坑里呢 是有一个楼盘的 那这个楼盘呢 最近呢就放售啦 那上个月呢 就以4300万元呢 就连起车位呢 就卖出去 哇原来这个单位都很大的喔 成2500多尺的 那原本听说叫价呢 就是要5200万的 那当然可能就是 不是那么对啦 那这个价钱 所以呢 最后呢 净减呢 九百万 哇原来有商量的喔 九百万就是减了大概 楼价的17%左右 那布实了之后呢 赤价大概是16700多元 至16800多元一尺啦 那属于这个屋苑里面呢 五年来呢 第一宗呢 成交呢 是低过2万元一尺 那你想想啦 如果我们当首富的媳妇 都说看不好这个市场的话 那会不会 后面还有很多陆续的东西出现呢 我告诉你 一定有 等一会儿给你一些数据 你听完之后呢 你可能会更加害怕的 不过 这个首富 王丽翔呢 这个 又是千亿新谱啦 其实呢 他没有欠张的喔 因为他这个单位呢 是在2003年 8月 就是在沙士过后 没有多久呢 买入的 那当时应该很便宜啦 听说买入价呢 是810万而已 那现在呢 用4300万卖出去 其实呢 持有这个单位 21年 不要算他赚到租金啦 都已经呢 是赚到超过4倍的啦 那所以算是不错的啦 不过说真的啦 赚到那3500万来说的话呢 对这个千亿新谱来说 真是十十岁而已 好了 现在说些惊吓点的东西呢 让大家驚一驚先 那 话说这个差响物业股价处就显示啦 他说整体私人的空置率呢 就是那些住宅啊 的空置率呢 由2022年的4.4%呢 就跌到到现在去年底 就是2003年底的4.1% 咦 那就好了咯 虽然说好了而已 但是 在九龙城区 就是包括了这个 启德新区的发展啊 空置率呢 是达到9.4% 成为全香港呢 那个空置率最高的地方啦 好了 那怎么多呢 当然要说些量词给大家听下啦 那 听说那个单位数目呢 由前年的大概8179个单位呢 就增加到上年年底 就是2023年年底的时候 的11468个单位 那按年呢 就增加多接近3300个单位啦 或者多了成40%的楼宇 起好了之后呢 是空置的 没有人住的 那所以也都呢 成为这个全香港唯一突破了 这个1万个单位 空置的地区啦 好了 今年呢 2024年啦 我们香港的私人楼宇 那个落成量呢 就大概是22267伙 我还有 也创了2004年之后呢 近20年来的新高 那下年呢 下年呢 2025年呢 落成量呢 就更多 今年 下年就有25531伙 也创了呢 是21年来的新高 好了 听到这两个之后呢 你想想 我们一年都是只有52个星期的 那每个星期都是只有星期六日可以卖一下楼的 那每次卖楼的情况呢 都可能是二三百伙 如果卖得完的话都是二三百伙的 那如果以这样的速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可能卖到一万多伙呢 一年呢 已经算是差无几了 你都知道了 有些情况呢 很可能星期六日都不开售的嘛 所以只有那一万多伙 那现在呢 今年的落成量都是两万多伙 下年同样地都是两万五千伙 喂 如果这样的话呢 可能堆积出来的 空置的私人楼宇的单位呢 数量可能会越来越多哦 那这个呢 是很惊吓的嘛 不过这个还未够惊吓 现在听完这个数字呢 我有时呢 看一看呢 都不知道会不会怀疑他写错了的 就是呢 另一份报告呢 就讲的 整体的写字楼的空置的楼面呢 是达到二千一百一十万平方尺 哇 二千多万平方尺哦 那所以呢 较2022年呢 那个空置的楼面面积 二千零二万平方尺呢 按年呢 又增加了六个percent 所以呢 现在全香港的空置率呢 就是写字楼的空置率呢 是高达呢 十四点九个percent 你当是十五个percent 啦 也都是有史以来呢 是最高的纪录来的 好了 那这些写字楼呢 都有分开做甲业比丁的嘛 那甲级写字楼的空置率呢 都很厉害啊 有成一千四百八十三万平方尺 那这个是什么概念啊 我可以告诉大家 就等同呢 IFC 八栋的IFC呢 是没有租出去的 那你想想 中环可以插多少栋八栋的IFC在这里 有成八栋的楼面呢 是空置哦 那你说这一个情况 喂 只是要消化这一样东西啊 我看法香港的经济也有时间搞啦 那现在最近的股市升得这么厉害 不过你可以说 哎呀股市先升的嘛 后面才是实体经济动的嘛 可能是啦 总之呢 密切留意这个地产的情况啦 其实呢 在昨天拍片的时候呢 已经有提及过呢 今天的香港股市呢 可能会有一些好的反应 那当然呢 就是因为有消息嘛 所以这个呢 可能是一个政治史 或者是一个政策史啦 那话说呢 有一个很好的消息 听清楚啦 他说中国当局呢 就在那里呢 拘捕考虑啊 考虑着 考虑着呢 是减免这个 内地个人投资者 来经过香港的港股通买入 香港的港股 如果要派的股息呢 那个税项方面呢 听说可以有得宽敏喔 不过怎样宽敏呢 其实呢 好像现在真的得过港字 我们香港现在的股市 是不是走得太快呢 那就不知道啦 因为呢 现行的这个税率呢 就是20% 是由内地政府呢 是征收的 所以呢 如果在内地和香港 同步上市的公司 这个港股的股价呢 普遍来说呢 都是比A股呢 有所折扬 就是说A股呢 就是贵一些 香港便宜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如果在香港买的话 到时呢 赚到的股息呢 是要被人扣减20% 所以那些人就不下来香港了 那如果今次是没有了这个消息的 就是没有了这个税率的话呢 会令到香港的股票呢 就是在内地又上市又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呢 就会变得呢 吸引力呢 就会高很多了 那所以呢 今天就先升定先咯 那其实这个消息呢 现在还没经证实啊 彭博呢 有些匿名消息者呢 就这样说的 他说呢 中证监和这个国税总局呢 正在考虑着的 其实呢 两地要说多少呢 都是无可 暂时呢 是拒绝评论的 因为这些草耳的案件呢 那其实在这个中证监啊 香港的证监会啊 和这个港交所呢 问他们 他们都说 哎呀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拒绝评论的那样 那不过呢 我们香港的股市呢 就真的由4月19日呢 中证监说公布了5项的措施呢 是加强对香港的帮助之后呢 我们香港的股市呢 又真是呢 是立刻呢 向上升 还是连升10日那一只呢 所以我在第1226集的时候 就是在说的咯 我们的行指真是十年升的 就是由4月19日开始 升到今时今日的状态呢 都是继续在升 不过 我在想 如果遲些 最后出来的成绩 或者出来的结果 是内地政府说 哦不是咯 我们没有想着要减这个 利得税 即这个股息税哦 这样讲 或者减股息税 可能减很少哦 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哦 那我们香港的股市 又会不会跌回来呢 这一件事呢 真是要慎重地去考虑清楚了 我们香港呢 今天来看的话呢 就看一看那些蓝筹股啦 看看那些蓝筹股呢 哪一个股息的收益率最高的 那拿那些出来看的话呢 那些就可能成为目标了嘛 那当然第一只 新世界有25%的股息回报率 这个当然不要相信啦 但是呢 在内地那方面呢 应该就跟银行呢 才有关的 因为 所有人都知道呢 内地的四大浪银股呢 他们那个股息的派发呢 是相当之丰厚的 比如好像建设银行那样 现在呢 今天股价升到这么厉害的话呢 都还可以有7.77%的回报率 那工商银行呢 都是7.41% 而中国银行呢 都有6.93% 不过说真的啦 去到这个水平的话呢 我又觉得它不是特别吸引咯 我们香港应该还有很多只股票呢 是应该给它好的 不过 今天唯一的一枝独售的香港公司 做得好的 又是蓝筹的 就是这个港交所咯 因为这些消息一吹出来的话 肯定会刺激成交金额啦 那对这个港交所的生意一定有帮助的 所以你看到今天港交所呢 升了7.6% 每股升到超过20元 现在呢 就是在做每股285个多 那就算是不错啦 是不是 它整间公司现在的市值呢 就有三千六百多亿 在香港来说呢 算是很大的了 但是它现在的市盈率呢 都整30倍的哦 那所以值不值得继续持有 你们自己想啦 不过想着一件事 除了内地的四大内银股呢 可能股息吸引之外呢 如果说内地的话 也有这个电信股哦 包括了这个中国移动啦 中国联通啦 和这个 中国电信啦 这几家公司呢 其实它们的股息率呢 都是不错的 不过 当然跟银行股价是没得比啦 但是 如果真的可以减免了这20%的股息税的话呢 那起码这些收益率呢 就会似乎很多咯 应该都会吸引到内地那些的投资者呢 就会下来的嘛 那说不然 可能会放宽多些 所以我们香港的股市升完没呢 我们都不知道呀 不过 希望 是可以再做好些咯 我现在天天都在等这个消息的咯 不用收那么多的股息税 那当然当然是令到那些股价升得好的啦 那在第1280集的时候 就讲这个李氏兄弟啦 那其实呢 李泽佳呢 有两家公司呢 我觉得 撇除了他那家公司的业绩做得好不好啦 其实他派息真的挺好的 譬如好像香港电信那样 那今天升到9元啦 那但是呢 他的股息率呢 都有接近8.5% 是不是比那些内银股都好很多啊 那另外还有这个电信刑科啦 今天呢 现在升了差不多2.5% 但是呢 他现在那个股息的回报率呢 都有大概是9.200% 都是相当之不错的啦 那但是呢 这些股票会不会迟些 让别人想着想着就发觉 哎呀 如果炒高了所有那些什么内银股也好 内地电信股也好 炒莫可炒的话呢 发觉咦 哎呀 香港这些都可以啊 又或者将来内地的政策呢 可以容许多些 除了个人之外呢 可能其他的企业呢 都可以来香港呢 买一些比较高息的回报率的股票 哎呀 那这些公司呢 可能股价呢 就会再创新高啦 那至于可不可以呢 那当然不知道啦 不过如果看完那个弟弟呢 今天那个股价上升的话 那大哥又怎样啊 嘿 大哥就更加帅啦 由这个李泽巨呢 控制住的整个系列里面呢 由港灯一路去到呢 这个长实集团呢 今天全部都升得挺帅的 那升得帅就好咯 但是 有没有机会可以卖出去呢 如果你的早排是很便宜买回来的 譬如像长实集团很便宜买回来的 那当然又可以升啦 哎呀 好难得啊 今天这一号仔呢 都竟然呢 可以升回上去四十元以上 做着四十一个一毫半 那这些就叫做有些看头好些咯 喏 我不是只看那个股价的升升跌跌的 今天呢 我都坐延起行呢 将我自己心爱的股票 这个长江基建的股份 1038呢 都卖着少少股票出去 因为 都没见过它升得那么帅仔 今天升三个percent 又去到成四十七元 那前一段时间还死下死下这样的嘛 那既然那么难得的机会 就试下咯 反正这个长实或长和的系列里面呢 说真的 在香港你说它有运行呢 你告诉我 我也不是很相信啦 对不对 所以看到价钱高的话 就在慢慢卖一些咯 顺便看看 美股今晚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以收回一些 如果可以的话 不是将今天卖出去的长江基建的股份呢 就买一些其他的美股 可能的前途更加好呢 有时候那些东西呢 不要吊死在一个地方 是不是? 想想其他地方 可能那条路呢 会更加走得好 更加走得宽淌很多的 所以呢 我现在在做这一件事 所以呢 如果长江基建的股价 继续上升的话呢 我不理他那些什么 末期息 什么时候派的 他有个派我就要 如果是等不到的话 只要股价升得好 的话呢 继续减持 因为海阔天空是最重要的嘛 今天呢 因为股市升得漂亮的嘛 所以呢 在我们香港的恒生指数里面呢 都有二、四、六、八、九只 九间公司呢 是那个股价呢 都是创了 要么是全年新高 要么是三年新高 那这么多只呢 就不会直接说的了 不过最开心呢 就是看到这个东方海外 因为我在年初的时候呢 或者去年的年底呢 就有介绍这一只的 那么那个目标价好像设在一百五十块了 我忘记了了 不过今天呢 都已经去到一百三十块了 接近了 那所以希望他如果再升多一点的话呢 那我又猜中了一只的了 所以就觉得自己要开心咯 希望大家都在这一间公司上面 可以赚到钱 因为这些呢 是时来运动的 局势越乱的话 那这些公司呢 航运的嘛 都要运货的嘛 都要收钱的嘛 所以他们就可以收多一点咯 那么另一间公司想说的呢 就是这个中国移动 哇 厉害啦 终于 升到上七十块了 那也都呢 可以创造了三年的新高 那这一间公司好不好 我就觉得他稳定咯 那但是他现在那个股息呢 就不是说特别好的咯 因为可能股价升得太厉害了 现在那个股息的收益率呢 大概是六点五百分百 那就叫中规中矩啦 希望呢 这一间公司再升多一点的话 那大家呢 很多都可以回家乡的咯 所以 最近呢 不要小看我们香港的股市呢 升得那么好啊 因为升得那么好的话呢 大家的荷包呢 涨了一点的 尤其呢 这个叫做财富效应嘛 那所以有财富的效应呢 大家觉得舒服了啦 有钱回了 那所以消费方面呢 都可能会刺激得好一点啦 那在这个经济日报里面呢 有说哦 他说今年的母亲节呢 可能呢 那个销售量呢 会非常之好哦 无论是花店也好 这个食股也好 听说呢 那个定位的情况呢 不差的哦 可能呢 我们香港人呢 每个都是注重母亲的嘛 那所以呢 一年一次 那当然是可能会做好一点啦 但是你要记住哦 你也都怕呢 内地那些呢 会跟你抢的哦 因为最近呢 也都听到呢 有些消息就说那里呢 那些免费巴士线越开越多 总之呢 你肯上来的话呢 一定有一条巴士线免费的 送到你去你想去的地方 哇 这样抢生意 我们香港呢 真是未必够他抢了 那在片头的时候呢 我们就讲了 这个五穷六绝呢 到底有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那我就拿回呢 由2020年的情况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在这个五穷六绝里面呢 到底有什么股市上的变化 譬如由2020年开始讲起啦 那当时呢 在这个五穷六绝里面呢 其实呢 这一年呢 变化就不大的 但是去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 都是什么呢 先升 跟着就后跌 就是说呢 可能五月份啦 如果五月份做得好的 那没有时间就最好了 但是如果去到五月底的时候 已经开始跌的话呢 那六月份呢 可能会跌到很急哦 那你就知道了 六月份的话呢 七月不一定翻新的嘛 所以去到这个2022年的话呢 也都是看到同样的情况 就是在五月份呢 先升 然后在六月份呢 就开始跌了 那跌的幅度如果不多的话 那就没有相关啦 那所以去到这个2023年呢 同样地都是这样 那跌幅多少呢 大概2000点左右 那你都知道啦 现在我们香港呢 升2000点 和跌2000点呢 那个情况呢 是差很远的啊 所以这一段时间 大家就舒服了 就好了 希望呢 继续上升 因为呢 我充心那句啊 有得升的话 我一定想的 因为有得给你走 如果你都不走的话呢 那下次跌下来 你不要再慎自己呢 为什么走不了 别人开了门给你走 那你不走就很难说啦 不过当然啦 有人看好 有人看坏的嘛 所以呢 最紧要靠自己 和想清楚 到底你的去向 应该是想留在港股继续玩啦 还是想去其他地方继续玩 所以这一件事呢 是要自己决定的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啦 好了 这一集讲到这里为止啦 多谢大家花时间看这条片啦 感激感激